欢迎大家来到丰严雅序 陈氏太极拳第十三代传言 李佩宜老师 研习太极拳及气功多年 多次获得世界级的冠军奖项 他研发出简单易学 效果宏大的土纳巴士 李佩宜老师在大学开班传授 正统太极拳 同时与他的先生 著名教授孙维仁医师合作 教导气喘儿童及其他病患 太极吐纳 将太极发扬光大 坐着躺着 也可以疗愈养身 身守住有形 心融入无形 丰丰雅序公元2023年2月3日 太极想象第一奖 口述 台湾太极武术学院院长 李佩宜院长 如假 李院长请开讲 谢谢您 大家好 欢迎这个丰严的各位贤达雅士 还有各位老师 还有很多的这个 在丰严里面聚集了很多 世界各地的文人雅士 很高兴经过张会长的邀请 在这个丰严的聚会里面 跟大家做一个 太义权的分享跟交流 我想在这当中 应该是有很多的老师呢 也许因为你们都从事艺术啊 文化的一些工作 还有兴趣 应该是自己都会有学习 多少有一些东方的这些运动 所以说是我是特别等级的专家 不好意思啊 但是因为这几年来 我们都是在 就是在我们的太极武术学院里面 还有在我们的教室里面 跟一些学生一起切磋 所以另外呢 还有是在台大的医院里面 做一些互补整合的医疗 和研究工作 所以也许有一些零星的一些经验 我也希望能够唤起 在封研里面 其他的老师们 各位贤达能够多方的指教 跟做我们这方面的一些交流 还有分享 我先介绍一下是 我今天的家人也一起参与了 我想一大早 在北面应该是已经晚上了 那我们一大早呢 这个我们家人呢 就在忙着做这件事情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PVT 能够完整的呈现下来 那我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我们家人团队 首先呢 我的先生也在这边 他是台大医院疼痛科 他主攻疼痛的宋伟仁医师 大家好 然后再来是我大儿子 这次呢 这次的PVT主要就是 他来帮忙整理 因为多年来的一些资料 也很庞杂 很多的照片 我们这几天就是想说 要怎么样去配合封研的需要 找了很多照片 那需要有人去把它串起来 还要把它分享成 各个不一样的内容 所以也是多亏我大儿子 孙家范他的帮忙 另外呢 二儿子 他赚着台湾太极的智服 他是孙家宏 他现在是现役的 在台湾的国家运动中心里面 做专项的训练 准备今年大概是出队去打亚运 他叫孙家宏 待会儿会看到他的影片 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演讲 我这个演讲的题目呢 我当时就想了一下 应该定什么呢 我就想说 几年前我在想的是 想象这两个字 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想象 它拆解 看来呢 它其实是心加上象 加上人 加上形象的象 所以我们把太极的想象 这个名字拆开 就是心象与人象 因为在佛教里面有讲说 一切的法象 皆由身险 那在基督徒里面 他们也会讲说 在圣经里面 神就是造了人 人是以神性的一个 无形的一个形象来造人 所以我想 这不管在东西方 这个想象两个字 都蛮能够传达说 人是整个神性 还有灵性 身心灵 一个合一的一个载体 那我个人在练拳上面 有的人会说 我们练拳是不是 要先看全经全论 曾经有学生 或者是 在不同的场合 人家会这样子问我 就我个人的经验 我认为是 全经全论是可以看的 但是 如果我们只靠着 全经全论来练拳的话 其实 我觉得 就我个人感觉 是比较容易 科周求见 为什么呢 因为文字并不能完全的 去表达出 我们这些无形的部分 那倒是在 老子的道德经里面 当我反复的在练拳的时候 我反而 突然间就会有像 道德经里面的 几段文字 会跳出来 感觉是 道德经讲的是 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这件事情 比较像天地人的关系 那万物 富英而抱羊 充气以为何 尤其是这几个字 太极讲的 就是说我们在拳法里面 讲的是阴阳 然后当你练到 很舒服的时候 其实你会感觉 这个气脉是涌动的 但是是一团和气的感觉 所以也许 因为我并不是 道德经的一个专家 我想这里面 有很多的老师 或者是贤达 应该比我更研究 更透彻 有关道德经的部分 但是这个是 纯粹是我个人的 身体的体验 很难去说出一个具体的 我们怎么样去把它 身体的东西 身体的感悟 把它写成一个日记 那这时候我就发觉说 其实在所谓古时候 很多名家写的 全经全论 其实是 每个人不同的时候 不同的感悟 是在练权的时候 他所写下的日记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 用现代的语言 写下日记 但是我仿佛会感觉到 是当年的 上古时代的人 他跟天地之间的 这个 和而为一的 这样的感觉 好像比我们现代人 更加的直接 所以我会从道德经里面 好像看到某一些 全经全论的东西 好 这个是 这个台湾岛 四周环四着 这个 很大的这个台风 在身在台湾 就是 有几样东西 一个是地震 那不然就是台风 台风完了 就地震 吐石流 所以台风的感受 这样的影响 那这几年因为 居隔的关系 我逐渐开始意识到说 其实我们虽然 在房子里面 但是每天透过 房舍的这个 这个窗户往外看的时候 会发现 今天的天气 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讲天 会有天气 这是这个中文里面 很好的一个描述 就是天是有天气 那么人是不是也有人气 那人跟天之间 还有地理 是不是有什么 连带的关系 那我刚会用 这个天气的一个意向 就是因为 这个图呢 是有几次 我在演讲里面 也会用到的 就是它的天气图 大气层 那我们在 陈时太极圈 我虽然是陈时太极 主要传承的是陈时太极 那陈时太极圈里面 有一个 功法叫做禅思功 基本上是一个圆周运动 那我发觉 在大气 天气的这个运转里面 其实是显露无遗 这个是我跟二儿子 有一次我们到台东 台东海岸很漂亮 有机会 大家可以成军结队的 一起到台东拜访 花东沿岸是海岸地形 我们靠着这个后面 那是海岸山脉 前面 就是海 那在这上面有个坡 我们就练一下台气 有时候 我想北美的风景 气候 也都是 很好的 所以呢 我们 可能在库外 演练的时候 更能够感受到 整个大地 还有整个天气 给我们人的一个影响 那那个时候 练太极拳 也许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个是太极拳 在我们身上 所显化的一些哲理 也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些哲学 那对我来讲呢 这很多年来呢 因为我跟着孩子一起长大 所以孩子也喜欢武术 那所以我们的互动里面 这种人际关系 是不是也能够走出一些 跟天地有关系的一些哲理 还有一些艺术美学 所以我们试图着用身体的方式 去表现出来 这是有一次在台大的一个 表演会里面 那在场像校长 还有副校长 都有参与 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互动 再来就是讲这个水啊 在天地之间很重要的 就是水汽 曾经太极拳的源流 尤其是城市太极拳 是源于河南温县成加沟 那当地人有说 就是我曾经去过河南的时候 也会经过华河落水边 那个高速公路就开过去 他说有个福西台 从上面往下看 就是黄河是黄色的 深色的 那落水是青色 就是干净的水 所以河落之间 这个福西当时 就是在这个福西台上面呢 从山上往下看 看整个河流的流转 有时候我们在河流里面 的确会看到这样 还有当我们在交拳的时候 我们讲两极摆荡 一个中轴在两极之间的摆荡的状况 也会让我想到 这个河为什么是蜿蜒而成的 因为它在左右摆荡当中 它会开出来的一个路径 就是一个圆周的运动 所以河流走的路都是圆圆的 也是一个圆周的运动 所以在老子道的经 又回来就讲说上善若水 那善字是一个很好的字 就是说我们要像水一样的 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那为什么不争呢 在太极拳 它其实所有的武术理论上 是为了征战而用的 它是一个Marshal Art 可是呢 我们在太极拳的身体的哲理里面 又是像水一样的流动 善力万物而不争 能处于一个不争的状态 但是又能够表现出 我们所谓的Marshal Art 这的确是很困难的 所以老子也讲 反着道之洞 你开始去求道的时候 这个为学日增 为学日增 为道日减 日减 就表示说你减之又减 就最后是无为 无为不是 什么事都不做 不争也不是 所有都不占 所以争跟占之间 它能不能用水去串联出 该做什么不做什么 何处是积极的 什么地方是无为的 这个是我到现在 还在参透的 还是没有办法参透的 所以请各位 多佳的指正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放这么多的 天跟地的一些照片 还有人 就是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我觉得尤其是 现在全球的气候 都在改变当中 我们的人势必 也被天跟地所改变 所以怎么样去永续的 去经营我们的自然 还有怎么样去符合一个自然之道 去经营我们的永续的生命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那我希望我们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 借着跟学生之间的交流 能够多少对社会以及世界能有所贡献 这个是道德经营 这个是道德经里面讲的 有几个字是很微妙的 他想 欲 这个欲就是犹豫的欲 另外一个是游兮 欲兮 游兮 眼兮换兮 敦兮 矿兮 混兮 然后是 安要尽 保持到 能够 不赢 而且 不能够避不形成 那为什么说它是微妙玄通呢 在练太极拳的时候 如果能够进入到 很专心 的状态 我们在 很微妙的去观察我们身体的时候 我们的动作 所谓的欲息 像冬天你穿过那个冰川的感觉 虽然台湾没有冰川 但是我想 大家会有一些经验 就是 北美下雪的时候 也许 大家要走出去的时候 都是要很小心的 那么 所以它有点像犹豫的感觉 那 我也曾经听过 有一位 求道 就是道士的老师 他也讲说 在走 这个 行圈的时候 他曾经是叫八卦的 他说八卦行圈 他走一圈一圈的感觉 好像 你在冬天里面 像虎豹啊 他那个整个手掌 贴在冰川上面走路 滑行的感觉 如履薄冰啊 战战兢兢 但是又非常小心 但是又非常的流动 所以 让我想起这句话 说冬射川 还有是燕西 其实应该是克吧 有的人写 容是克 就好像很庄严的感觉 你很谨慎 很庄严 那 那幻西呢 就像冰之僵式 太极拳有讲放松 其实 松很容易被误解 太极拳的松 有些人会练成了蟹 所以 松 如何很像 冰整个融化掉的感觉 这是一个幻西 像身上所有的毛孔啊 像释放出什么气体一样 然后整个像冰雪融化的感觉 这也是一种松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解释 在我看起来 然后还有是敦 敦有敦厚朴实的感觉 那我觉得练拳 其实每一个人的价值不一样 跟着老师学 不管是陈阳 五五身 都有很到位的 很好的一些资产在 但是就放在我们个人上的学习来讲 我觉得敦厚 而且很真诚的去对待 你每一个起心动念 去你怎么样去做出一个动作出来 其实是一直我都还在修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境界我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 还有旷息 我们打拳 我们常会讲七白当黑 有时候一拿起手来 我们会觉得这个 这个是手在打拳 因为太极拳嘛 下面有个手字 可是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时候很像写书法的时候 我会跟学生讲 细白当黑 就是我这个手背是黑色的线条 但是我们在看的是这个白色的空间 你怎么样双手环抱的时候 这个白色的空间出现 那这个白色空间是在我们既有的黑色的线条里面 把它扩充到最广阔的一个 就像一个山谷一样 这是太极拳的大 所以有时候是往内求的 并不一定是往外的手有多大 当然我们在做很多动作 如果以养生的角度 能够做到舒展大方 手可以伸得很长的话 也是一种开筋拉骨的做法 但是其实它这个矿又加上骨 其实是往内的 所以太极拳呢 在内求里面有一个很极大的一个空间在 那另外还有就是混吸其若浊 就是有一点这个大智若鱼的感觉 你好像看起来这并不是这么样子的 完全是我们讲说太拳不要打得太水 这里面要有点密度 如果说这句话的话 我会用在教学里 好像说我们一个手 做一个缠绕的动作 像个云手的时候 你要感觉这个空气的密度 这个水是有密度的 在你的这个举手投注之间 而不是你只是想要拿起一个手 去描摹一个动作出来 它是有一些密度在的 另外心静上面 就是能够安能够静 所以这个当然太极拳 跟其他的运动不一样 它虽然也可以做成一些社群的互动 但是呢基本上 它的心要能够安下来 能够静下来 所以我们才能够去观察到 自己身体的这个 如何去表现出这个动作出来 显化你心灵的层次 那这个是我常常在教学里面会用到 跟学生就是交来交的时候 就会蹦出这些这些句话 就是在迎破暴衣 拍取权有站桩 基本上是一个暴衣的状态 就是让我们的身心灵 能够统合 回忆 那 另外是专器之柔 最近我孙子在疫情当中 两年就是在这个教室里面 也是常常一起运动 长大 给他有一个教室可以跑跳蹦 那刚开始我们看婴儿 他的呼吸 他的动作 我们经过了成长的习气以后 你很难去完全回到 那个婴儿的状态 所以我认为太极拳是 专器之柔 这个柔是柔软 但是不是整个泄掉 像反而是 我们随着年纪越大的时候 我们身体骨骼肌肉 它不再是柔 反而是僵 而且气是泄的 我们在很多的病患里面 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理论上整天躺在床上 应该是松的 可是不是 他整个气是泄的 而且整天躺床上的时候 他整个肢体 肌肉 肢体骨节都会变得很僵硬 然后低处悬缆 悬缆就是你要把你的心 给清静下来 能不能做到 无似乎呢 这个也很难 可以请各位贤答 如果待会儿有交流的话 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讲出 大家如果是有学过太义拳 或者是在 艺术文化音乐里面 也许我想也是在求这个东西 因为天门的开合 其实也是感官的意思 就是它有眼耳鼻舌身意 我们身体的六事 整个都是一个门 这个门在打拳的时候 或是从事艺术文化的时候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开合的状态 能不能做到很流畅 然后但是呢 你有一个等待的心 等待某一些东西 无为的发生 很像一只母鸟 或者是母鸡啊 它在下蛋的时候 它就守在那边 等候它 很耐心的发生它 然后接下去 我们讲到太义拳 它有一些人文背景在 其实我综合 这个人文背景来讲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 这个维基百科啊 或者是Google一下太义 大概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但是实际上 嗯 就我看到的是 包括是太义拳 是有很多不同的师傅 去耳传新寿下来的 这个人文的说法 历史 它的渊源呢 是哪里 其实多少限于 莫中一世 就是说 有的人说太义拳 起于张三丰 那就武当的道士张三丰 那么张三丰 我是没有亲身的见过 他也没有到我的梦里面 来跟我交流 所以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的人会回溯到 一个发丝骨之忧情 会讲这个太义拳是从宋代张三丰 但张三丰也有人说是 原民时代的人 所以其实就这个历史的考证上面 其实已经是莫中一世 那最早的有一个王宗月先生 他所写的太极拳论 有时候我们讲的拳经拳论 应该这本书是会用上的 那刚开始太义拳 甚至有叫108式的长拳 或者是棉拳 或者是太极拳十三式 一直到王宗月先生 他写了这本书里面 写下太极拳论 于是把这个太极拳 这三个字给定下来了 但不管如何 我想各自 每个人身上 他会去传承的 是有各个不同的门派 我想是跟你的机缘有关系 我们为什么会跟某些老师 会去学习 跟他传承 有人事事地乌的 一些时机的关系 像陈杨武武孙 他的开宗立派呢 至少是有这几位 是很确定的 就是陈家的权呢 是从河南陈家沟 温县陈家沟 陈王亭开始 他原来也是在 这个战场上面 打仗的 后来等到年老的时候 回到家乡 那那个时候 就要做养生的练法 于是他每天 研读的是黄亭经 然后呢 传的是家乡的子弟 让他们从小 就开始练拳 练拳 这个就是陈家沟的 一些故事 那目前在陈家沟 也有一个主词 这个主词 我也曾经去参观过 还蛮有意思的 一条小小的街上 然后有个很大的 一个主词 后面还有个博物馆 所以全村的人都在练拳 那另外就是杨氏 杨氏呢 是听 这个也是耳传 耳传的啊 就是从陈上新开始 陈上新其实是陈家沟的长辈 那后来呢 因为杨露禅 这个在以前的电影 叫太极一啊 太极二里面都有讲 他杨露禅 他跑到陈家沟去席拳 那但是在杨家里面的说法 又不完全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 各说各话 但是我认为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我会把这几个重要的人名 把它提醒出来 就是我们只要记得 这些传承 他的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去传的 有时候问杨家的 因为会有很多的老师 他们也是杨家的传人 也并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子的说法 那他至少是跟陈昌新有接触过 然后后来在北京 杨城府也是大家去做一个定型 然后吴氏 后来从杨家的小架里面传出了 就是再做一点改变 就变成了吴氏太极 另外还有吴氏 也是在邯郸地区发展出 也是很不错的个吴氏 吴宇湘 那吴宇湘基本上是从杨家的架势 加上赵宝家 赵宝家其实又是接近河南 然后另外有孙氏 孙露唐 他的架子就站得比较高一点 开合架 那结合的是很实战的功夫 包括行义 八卦 还有武士太极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是 我为什么只把这几个大象把它列出来 就是说其实一个练武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 从以前到现在还在研究 我们不会说我们只当然一定要专心的 先把一家作为主轴 但是当你要去印证自己的是不是练得很入味 或者是很道地的时候 你多少还会去接触到其他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 就从这样子的流传里面就可以看出来说 成阳五五孙都是有关系的 练武的人不会说我只练光练一样东西 他都会有一些接触的 那在后面我也会讲到 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一些老师 那我自己最大的一个主轴 就是跟我儿子一路到现在 我们在通常课堂上 除了我们自己再去创新创编的一些 抽出各个宗派里面的一些 属于太极权的原则 我们会去教 另外在套路上面 我们目前是比较是着重是陈家的 所以我稍微提一下陈家的权 所以呢陈家都是明末清初 在湖南温县 陈王亭就是刚刚讲的 大约是在1600年到1680年 一直传到刚刚所谓的陈长新 后来又到了杨露产 所以最后其实要他发扬光大 被世人所看到这样的一个权术 其实还是在大都市里面 就是北京 所以就后来是像传到了北京 甚至有陈发科 这个我就没有写了 但是因为这个powerpoint就来不及写 甚至是有陈发科 陈发科的儿子陈兆奎 然后另外他在北京也传了非常多的弟子 有包括后来传到 跟国民政府军队一起过来的 甚至有位潘永舟老师 他也在台湾传了一些潘永舟系的一些东西 但另外是杨家呢 后来传到台湾 经过40多年50多年的一个隔离以后 在台湾又发展出杨氏的另外一个是正子台籍 正子算是七世 在台湾目前也很多人在习练 这个图其实是在陈家沟的主词 我在墙壁上看到的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我就把它当时去参观的时候 把它照出来 我们在城市里面有大驾 就是城市老驾一路 然后有二路炮锤 那这个刚好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太极图 我觉得还蛮能代表 因为这是后人去画的 但是还既是创新 但是是新的画作 并不是古代的 但是还蛮能够诠释 整个全村人一起练拳的一种状况 接下去就是 我的老师是就是以 就是说即使在城市里面 我们都分成有很多不同的老师在教 那我自己的身法 因为我是女生嘛 那我儿子小的时候 常常也被人家诬认是女生 他小的时候长得很清秀很瘦小 所以这个身形上面呢 我们学的跟陈正磊老师比较接近 就是希望能够做到达到的目标 是做到动如脱兔 今年是兔年了 这个动如脱兔 静如处子 好 那我们先欣赏一小段 也许等一下不用整个 这个是陈正磊老师的老家一路 我们只取一小段来看 这个是陈正磊老师的老家一路 是陈正磊老师的老家一路 是陈正磊老师的老家一路 咱们一路 这就是飞越场 这一个太阳俱虚 这一个太阳俱虚 神实的特点在于 这个太阳俱虚 新一路 都很上顾 上顾 就是 这个茶道 那是 就是 是 大元祖 有的 是 有内而外 一分明首 外还有个心下 是 他的 一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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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是不是可以让音乐的声音关小一点 才能听得到李老师 李剧院长的说话 谢谢 李老师曾经说 胃痛 但是呢 就是一打了老架以后 他胃就不痛 所以就这样子 一直练一直练 不练就会胃痛 所以 我想 大家就是这样子 演练出来的 也就是说 基本上练太极拳的人 并不一定都是身强欲壮的人 他跟西方的体势能看到的 这个像肌肉男的 这个状态不一样 也许身子本身 成长是很磊落的 但是呢 透过练太极拳 这样的 很养生的运动呢 他可以练气 然后也 基本上锻炼到你的肌肉 还有你的肌腱 柔韧性 好 OK 我们到这边 因为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上网 我想YouTube 打城市太极拳 有非常多的老师 不同的门派 都有不同的诠释方法 我们来看看 是年轻人在竞赛场上面 如何结合 传统太极 还有这个炮锤的部分 这个部分 加上二路 城市炮锤 炮锤是什么 就是 很像炮弹 跟刚刚的 这种 完全是 一身临手 慢慢地缠绕 就不太一样 那当然 年轻的身法 和他年轻的念法 是 在 家虹 在 资产一幕公司 在左宜 每天要练 但是 还觉得 有一个人带的能力点是让本 助于他更多创新的一些精神 这个是我们现在年轻的一辈还在走的路 接下去我们就讲到太极与养生的这一环 在所有的运动里面 他可能不会用上太多的养生两个字 顶多是说我们健体 例如到健身房啊 我们很多年轻人 他想到养生就想 我又没生病 为什么要养生 还有呢 我身体还身强力壮 我为什么要养生 好像养生就是属于年纪过了五六十的人 所做的从事的运动 那我们来看看太极在养生上 到底对我们的人生有哪些贡献 太极拳是一个身心习 我把定位是这样子 就是他有身体的锻炼 还有mind就是mental方面 还有习呢 我们常常如果是你在高端的运动员身上 一定他在做身体的素质的锻炼的时候 他也会用到一些心智的力量 尤其是商业的运动员 这个在嘉宏身上 他常常都是都必须去洗练 所以接下来他也会去练心理系 运动心理系 所以身心的合一很重要 但在太极拳里面 他如果达到养生的用途 其实跟他的我们所谓的气 就是西方讲的也许是能量 气 energy 那我们用在外在比较明显的部分是 breast 你breast其实有分上是呼吸系统的breast 息 气息 当然还有是一些内息 就牵涉到东方里面的所谓经络啊 或者是细胞之间的一些气体交换 这个东西并不一定是在你外在的呼吸上面 会去显现 甚至我们的毛孔如果张开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透露出某一些气息的感觉啊 这个东西就身心灵的整合就会带到了 所以从养生的范畴里面 因为我们讲到内观会比较近啊 所以他开始有内观专注 甚至到禅定与转化 也就是我们现在 在全世界尤其在疫情当中 我们的身心如果出现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灵 包括宗教的部分 其实甚至会带到在东方人讲的 或是印度人讲的这个 karma 就是夜的部分 那我最近看到一句话 在书上 就是有关这些身心灵的 这些现在的大师都很多 我也看到一句话说 我们的记忆就是我们的业力 那我们在练我们的身 跟我们心里所想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化我们某方面的一些记忆 所以我想在太极拳的练习里面 如果我们就像老子所讲的 我们能够抵除悬烂 能够把心能够进化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也得到某一些进化 那是不是在灵的方面 我们也会得到一些转化 这个是在现在的物理学里面 就是太极拳其实跟物理有很大的关联 早期如果说我们讲在 Marshal Art积极的运用里面 你会用到 例如杠杆原理 用到作用力反作用力 也用到一些缠绕 这种圆周运动 离心力 的关系 但是在灵的这些转化上面 能够把一个人脱胎换骨的 去做一个整体的变化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 内观与禅定的一个运动 希望能够达到的 这点也希望在 等一下的 如果有一些问题 Q&A 的时候也很希望各位贤达能够 大家分享大家的参务 跟大家的一些学习的心得 还有就进入到我们的教学系统 是太极旋系统模组功法 我们刚看到的是一整套 例如上 城市 阳市都有一整套 所谓的form 我们叫做太极forms 就是套路 但是 各家所传下来的东西 除了套路以外 有几个 就是一个是套路的演练 它是 可以演练出我们的身体的舒展 还有 因为演练套路的时候 您会走很多的方位 有像八卦的 八个方位 它对方位的一个认识 就是你身体一转弯 就跟你的站桩的状态不一样 但是你要变成套路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灵活 不同方位的每个动作的细分的一个站桩 那么在推手方面呢 我们又是在检验 你在整个太极拳里面 说最后 你是不是能够听进 你的听觉 跟你的视镜 视这个进道 是从推手里面去做检验 还有是器械 器械是什么 我们就是说我们有 像我们教师也是有放 刀枪 剑棍 在太极拳里面 甚至有这个枪法 然后有春秋大刀 那这个重量从剑 我自己是比较常练的是剑 有的人喜欢练刀 所以我们通常在太极拳的竞赛比赛里面 都是一拳一剑 就是你要准备一套拳 这个几式几式的拳 那城市太极的剑法有49 49式的剑法 这个器械呢 又属于在我套用在西方里面的说法 就是比较像着重重量的训练 你透过一个重量放在手上 而且你还得灵活应用它 所以你要有多一层的心肺功能的锻炼 还有就是你在拿剑做离心的收缩 肌肉的舒张收缩 能够运用自如 方位能够转动自如 做一个圆周的一个缠绕的运动 这个都是要一些 结合重量训练啊 心肺啊 或者是你的肌肉 能够伸缩自如的这些运用的 那么如果我们演练一个套路 所有东西都一起来 就像说我常常看到公园里面 大家就说你练的是什么样的太极拳 阳式或者是陈式 那请问是几式 通常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提出来的 那就比较归类在说你这个太极的系统 是陈阳五五孙的旗式啊 这样子来归类他的系统 那后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把一样 一个中派的太极链好 同时能够理论上都叫太极的 应该是核心的概念 跟他畜类旁通的部分 甚至到其他的武术类别 都应该有相通的部分 只是说他会分成快慢 或者是说他是近道是长的还是短的 这个是有这样的分类 那到底什么东西是我们都是核心 是一致的能力 所以我就试图去把它拆解 拆解的部分呢 是我们有点像小孩子玩的乐高玩具 或者是说我们在做那个晶片的组织啊 就是你怎么样把它拆到一个模组 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这个并不一定是说 我一个模组就是所有的人都要空用 而是最后你要做一个 如果用到病人就是要处方化 甚至他必须很精维的 为他量身定做 同时要有些定量 所以在西方的体式能里面 它有分五大面向 这个是可以检验的 就是一个是肌耐力 心肺功能 柔软度 还有身体的组成 BMI啊 还有 肌力 这个五大面向呢 你看到它这个像一个 这个 像一个蜘蛛网吧 是不是 它通常 肌力很强的 它的对应边 像男生肌力就比女生强 那相对的 我们检验下来 它的柔软度就差一点 那 心肺耐力 跟肌耐力 都有些关系 那如果你柔软度 不好的时候 你也很难 达到 整体的一个锻炼 这个是西方体式能提供的 五大面向 所以我们也企图是 我们能不能在 东方的这类运动里面 虽然东方的运动 因为 东方人 基本上股价都比较瘦小 但是它的好处是 柔软度 也许是比 西方人 要好一点 要 比较延展度 不过就我们的观察 其实现在 年轻人 其实筋骨也都蛮硬的 其实是因为 第一个是食物的关系 第二个是生活形态 所以我们讲到养生 一定要配合它的生活形态 还有它个人的状况 还是上下跟开格的概念 是一样的 春鹅退涌 也是模仿春天的飞鹅 破涌而出 冰消雪融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换息啊 很像这个整个身体消融掉 所以我们很难去直接用松 告诉别人说你要放松 其实就是因为不能放松 所以你会告诉他你要放松 所以我在想 有没有用一个语词的方式 或者是用一个意象 这个就是天地的意象 冰雪整个融化的状态 是慢慢慢慢的消融 我们把我们的筋骨链柔软 很像从山顶上融化下来到谷底 然后换成云雾变成吞云土雾 太极拳有所谓的云首 我也跟学生讲 你几乎云首一试 也是所有的试子都可以叫做云首 为什么 因为云的变化万千 它的变化不是突然间变脸的 它就是慢慢慢慢的聚集起来 慢慢慢慢的运化 转一个方向 然后你还是发觉它还是云 有时候化成雾 有时候开了 有时候合了 所以我们用吞云土雾的这个意象 来形容这个云雾 怎么从谷底上升 所以我们讲提精神 第一个这个动作 冰销雪绒是往山谷走 也就是沉下来 那吞云土雾是从山谷 太阳一照了以后 升上来的感觉 然后再来是心联开合 和大树朝阳 这两个动作其实是 一个小规格 一个大规格 然后我们从 暗箱浮动 一直到心联开合 其实是一节一节的 逐渐往上走 心联开合的手呢 是合在我们的眉心 等到大树朝阳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像类似中国有些八段井 是往上的 那这跟八段井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八段井一开始就双手托天 理三交往上走 那我就刻意在编排这个核心功法的时候 尤其我们在练呼吸 让大家有一个慢慢慢慢 激健成功的感觉 是能够从下而上一直堆叠 然后一直流转 它不会是只有直线的 说我是向左 向右 向上 向下 而是一直循环的 所以它的设计的一个概念 动作设计是这样子 同时它没有转方向 它都是面向前方 为什么 因为刚开始 例如说病患 生病的人 或者是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年纪大的人 我们先不用教它 在套路里面一直转 有些就转了膝盖就疼了 可是光这样子上下 我们八个柿子 包括明珠在怀 就是怀抱一颗明珠球 到了胸前 当你从外面 包进来 靠近胸膛的时候 其实你这里 乐尖肌啊 或者胸肌啊 是往外开的 就像一个山谷拉开的 也很像抱了一颗明珠球 抱进来 所以我们讲明珠在怀 就是这个八个柿子 我们是拿来做什么呢 有做学术的研究 也有做病人的养生 甚至纤维肌痛症的病人 我们也是建议他用这个功法 当你全身都发电 在疼痛的状态 很不舒服的时候 你大概也只能 我们会建议先做土拿拔式 先把呼吸离好 那另外 台湾太极武术学院 我们上课 或者是也有学生 是在家里的时候 他有时候 一天会做个90分钟 你做得快的话 可能是时间不够多 半个钟头 或者是 一个钟头 或者是一个半钟头 自己可以先做一个 调节跟分配 那基本的procedure 我们会从松生开始 松生我们也曾经 有位郑贤希老师 他的这个 在台湾的一个门派 他们用的是松生法 加上推手 就是松生完就推手了 还有简单的一些 阳式的套路 那我这个松生 是从他那边去 截取再去稍微改正成 我们现在 我们室内的学生 教室里的学生所需要的 通常一开始来的时候 你要集中精神 还有把自己进入一个 上课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是用松生 这个在我的YouTube 台湾太极的YouTube里面 也有讲到 然后另外是暖身 伸展 通常也会占一个比例 接下去就进入 我们的核心功法是 土纳 蝉丝 然后最后我发觉 这整个sequence 套路在这个整个的练习里面 只占20分钟 然后我们也 不要忽略到收工 的需要 什么时候练太极 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做到 符合现代人 可以随时随地 都能够练太极 然后病人 不同的人 病人 还有健康的大学生 左边是健康的大学生 右边的这张图 是 已经是洗肾的患者 常年 每个礼拜要洗三次的 那我们如何是不择地皆可出 所以 要善用时间 例如现在是冬天的时候 我们是碎之雨 就要必须冬藏 所以原真 这个最近有杨基亮老师 开始上疫经 那是很精彩的 那这个有 秋收冬藏 原坑立真 听说这个四个字 其实是代表是春夏秋冬 那所以到了真 其实是一个 整个固 稳固 冬藏的季节 然后在晚上 其实现代人 晚上 其实睡觉前是可以练 那你可以洗完澡 躺在床上 或者在床边 就可以做做伸展 拉筋 练练土纳巴士 核心的蝉丝八法 然后再睡觉 加上按摩 晚上就不会有失眠的痛苦 还有呢 阴语者 像最近其实 天阴的 阴语的状况很多 那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去练功了呢 如果你都是 一年四季都是在 外面练功 就可能不允许 可是能不能找出 人事实地物 我们适合 有个余裕的空间 能够不择地 接可出 随时随地的 练功的方法 这个可以去 参考一下 接下去就是 我们在 太极拳里面 我们针对病人 就是躺着也可以养生 坐着也可以养生 这个是后面 我们有参与的 一些学术活动 看这个是 左边是老师傅 在马步 古时候的武术的锻炼 是全方位的 你看他这个马步 站得很像一个拱桥 在古时候 很多希腊罗马的建筑 都是会用拱形的 这拱形的称架 来支撑我们整个身体的脊椎 往上拔 所以蔡志全有说 我们利于足 发于腿 然后以腰为周 行于手 所以是节节贯穿 这个全身的网路 是通达的 那么养生的很大一块 其实是老人防蝶 我们最近 因为秋冬的关系 外面又阴雨连绵 或者是北美可能在下雪 我们听到很多人 都是在这个 过春节的前后跌倒了 那一跌呢 就不得了了 老年人可能就是 宽骨啊 骨折 或者是肩关节骨折 就要休养个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你年轻人还好 他还有回复的能力 以年纪大的人来讲 过了五六十岁 他可能有骨胸症 然后加上是 卧床太久 或者是不动 因为骨裂了嘛 不能动 就可能会有 肌少症出现 腿很重要 这个就是人的下肢 那为什么左边是个心脏 右边是一个 这个腿的肌力 因为我们的身体的 比目鱼肌 还有下肢 小腿的一些肌肉呢 他的不断的 做收缩 舒张的这件事情 你等于帮你 你的双腿 就多了两个马塔 两个心脏 能够调节 你自己的心脏 所以在 心血管的疾病里面 如果你建议他 做什么运动 大概也只能够打 太极拳的运动 属于太极的 这种核心的练法 也就是说 你不能不动下肢 一不动下肢 人就开始老化 但是你如果大动 一下子 你的膝关节有问题了 或者是髋关节也磨损了 你去跑步 跑马拉松 跑个几万步的 那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应该是在定点 定量 处方化的情况之下 去做养生调节 这个就是 所有东西是跟脚 很有关系 所以以前有 很流行的脚底按摩 声称是脚底 有所有人的人体里面的 所有的脏腑 都可以按到 包括脊椎 肠胃 那不管 这个东西是什么 毕竟我们在收工的时候 你因为腿用多了 人都是一直存在 双腿是存在你 所有全身的重量 不管 它是理论上是什么 我们有时候收工完 你去按按腿 按按脚步 甚至于做一些动作 把我们的脚 做一个反转 这个我们在 教室里面 有时候也会教学生 有时候你是双脚踩久了 应该是反过来 怎么样可以让他得到休息 然后让他的下肢循环 能够通畅 另外是平常的锻炼 你看 这个两只腿 从我们的臀部开始 一直延伸到脚 这个阿基里斯剑 脚踝 这些部分都是我们在太极拳 在缓慢的运动当中 我们都会去感受到 这个整个肌筋膜的 这个舒张与收缩 肌肉的上心 离心的一些运动 还有甚至 当我们的 刚开始做这些运动的时候 这是纯粹是身体 但是你怎么样用你的意志力 跟你的意识去指挥 你的身体肌肉 神经能够做适当的收缩 这个指令如何下达 其实很像我们在调动 这也是我认为的 Marshal Art 就是你的头脑 你的脑神经 也许是一个君王 然后你去指挥调度 你各部位的一个将军 去行使他整个调度 去总体协调 这也是一种Marshal Art 跟自己的征战 再来我们去讲到 我们这几年来 做的太极医疗 还有科学 我们从太极 有些人就希望能够 借重我们太极拳 在这个领域的一些研究 身体的研究 能不能在现在的AR 跟VR上面 也是能够用上这些 新的科技的一些device 然后我们从太极拳的实作 开始做到实验 我们能够透过实验 一些临床的实验 能够做跟一般人 亚健康的健康幸福有关系 同时也更能够深入 跟医院的合作 能够对病人有所注意 而这个是我们曾经写过的论文 也是用太极拳去指导一些小孩子 因为在台湾的天气 很容易几乎在 所有的中小学里面 大概全班甚至有三分之二的 孩童是有 asma 就是气喘的现象 那么他们的非功能堵塞了 所以是蛮痛苦的 有时候就要请假 在家里面流鼻水的 像加班小时候也是气喘 可是后来就练了一套拳 就练好了 就没有气喘了 所以我想他多少有一些 这个太极拳 或者是一些武术的运动 多少是对这个气喘是有帮助 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 这个临床的实验 还有就是说 这个叫小孩子打太极拳 他有时候觉得我要蹦蹦跳跳啊 那发现太极拳 如果是平常蹦蹦跳跳的小孩子 他如果有气喘的话 其实有很多是运动型气喘 他不适合去做很多高剧烈 高强度的一些蹦跳的工作 的这个运动 所以后来我们用这个 太极拳介入 可是问题来了 小孩子都很好动的话 特别是有气喘的小孩 会特别的好动 因为这身体的能量 其实是失衡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介入 是有parent based 用一些社区媒体的东西 去带领他们 能够进入到愿意练习的状况 让他有一些成效 这也是我们曾经跟台大的电子所所做的一些研究论文 然后另外就是疼痛 疼痛学会 有些学术研讨会 有一些医生也会跟我们一起交流 去讨论这个在疼痛上面 我想太极拳对疼痛治疗是最有帮助的 然后另外像癌症像食道癌 我们也帮食道癌的病友 有曾经在演讲的时候 帮他们量身定做了五式的太极 就是五个动作 我觉得给病人做的动作 不要超过五个 所以你说打到太极拳 什么74,83,108式 其实要把它浓缩 浓缩就是把它的精髓 操作在这个 大概五个动作以内的动作 让他们能够变成一个太极处方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病童 有asma的病童 我们就是帮他们监测 他打完太极拳的以后的 尖端气体流量是不是有改善 让他缺气 然后做一个记录 这就是太极拳 大太极拳的小朋友一起练功 然后再来就是洗肾的病人 我们也曾经有一年 是针对洗肾的病人 帮他们设计 也是五个动作 叫强肾减痛 所以后来其实最近 会来跟我们 要说能不能去 减缓一些疼痛的 因为疼痛的病人 他也通常是 全天后几乎是卧床 那没想到我们那个时候 是为很针对洗肾的病人 来设计的 因为洗肾病人 一个礼拜要有三次的 到洗肾中心 几乎是两三个小时 要去洗肾 所以那个时候必须是 他的有一只手 是要绑着 去做这个injection 做洗肾的 然后他就只剩一只手 跟两只腿 可以做运动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 设计是躺式 那如果对于一般上 有些人其实是 虚弱卧床的 他可以是被动的 我们去做指导 或者是主动的 他如果能够 记得影片的内容 也可以是躺着坐 然后接下去 比较有体力了 他就可以用做式的 然后再有体力了 他可能可以站着 到户外去洗肾 呼吸新鲜的空气 站着坐 这个是有一次 一个洗肾中心 他们很护士 这个是在南部 这些南部的 台湾南部的 这个医护人员 非常的有热心 跟一些爱心 他们就带着病人来做 然后有一个结业室 然后我们在比赛说 看哪些人 这个做得很踊跃 所以有个颁奖典礼 那这几位洗肾的病人 其实他们都是长期洗肾 甚至有洗过二三十年的 因为台湾 患肾不是很方便 肾的取得是困难的 所以能够做到说 长期洗肾二三十年 它都没有expire 其实是了不起的 是需要很多爱心的照顾的 那么如果能够让他们在这当中 也能够享受到运动的成果 对他们来讲是很有成就感的 那这个是 左边的是癌症的病患 在台大这几年来 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医院 是郭台铭先生所捐证的 是台大癌医 那在那边有一个很不错的教室 那我们在互补诊和医疗 台大的互补诊和医疗方面 也是提供他们做这个 整个太极圈的工法练习 曾经有个病患 他是做完了太极的这个课以后 他马上门诊叫他说 再上去可能要做化疗 然后他后来在下个礼拜 再回来这个课堂的时候 就跟我们反映说 他上次做完以后 然后再去做 他以前做完了化疗 或者是电疗 我有点忘掉了 他觉得很累 可是这次 他当他打完太极圈 再做完这个treatment以后 他觉得情况改改善了 所以我想这也是 在临床上面 我们所碰触到的一些 临床的一些经验 然后右边这张图是 我在一个纤维肌痛症的 一个演讲里面 也是召集一些病友 他们有个海报 纤维肌痛症的logo 是一只蝴蝶 就是刚好是我们 我们就用土纳巴士 让他们练习 土纳巴士里面刚好 有一个是彩蝶飞舞 他们也做得挺开心的 好 再来就是科技的 这个感测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 也是有自公所那边 也希望能够取几个太极拳的身法 来做成一些跟科技媒体有关系的东西 现在的AR VR也是很风行 逐渐形成气候 所以太极拳是很难取的 为什么 因为太极拳我们刚刚讲 你的腿跟脚跟脊柱 都还是这个骨架是很好取的 可是我们那时候的 这个应用里面就发觉 手指头你要细修 你当你这个左边这个model出来了以后 最后那个手指头会乱七八糟 就是因为太极拳行于手指 手指的变化很多 像城市太极拳里面 它的缠绕就有手指的关系 然后再来是脚底的重心移动 我们刚刚讲老人防蝶 你借着重心移动去侦测一下 是不是在一个很平稳的 脚底的压力是能够很顺利的移转的 而这个是我们最近 就在12月的时候 在台大的通试课 叫做这个标题很好 叫做疼痛健康与幸福感 的一个workshop里面 在这个通试课有目前 很夯的一个通试课 它有1900多名学生选课 然后但是我们只能收 200个学生来课堂 然后再由抽签的方式去选 用random抽签的方式去选出 大概15名的学生 然后他们就在台大的体育馆 那我们帮年轻人完全没有学过 台积拳的去设计了一些 台积拳的互动游戏 为什么要设计这个互动游戏 这个也是有些经验 我们发觉现在年轻人身体 很相应 互动的人际的互动关系 其实是都是透过3C跟网络 人跟人之间的肢体的连接 几乎是不碰的 而且各有各的一个安全的距离 这就是社交距离 所以我想未来的世代 是走向一个新的纪元 完全不同的身体 跟身体之间的关系是改变了 跟上古时代的人摩肩擦肿 群策群力的关系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设计了一些互动的关系 你透过一些弹力带牵扯了以后 发觉他会意识到 在远端的人的身体的牵引 跟你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东西 去带出人际的互动 所以太极拳有一些社群的互动的 这个是有一次我在 美国的一个人家邀请的一个演讲 那那个时候是 也到一个公园去 有很多的同号 听说有太极拳可以打 然后就到草地来 空气也不错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如果 教学生 完全没有接触过太极拳的方式的话 那我们就会先从太极气功 也就是从呼吸上面去找手 就是土纳巴士通常是介入是最快的 所以我会形容说 这个是one world one breath 好 再来就是太极拳与我们的人生 这个也是放进了很多 我今年刚好是属兔的60岁 一家子了 这个人生上面 我们跟太极拳所搭上线的这个机缘 那我在这边做一个总结 也谢谢张会长的邀请 才让我有这个机会呢 能够把这个 这个这几年来的 有关太极拳的照片啊 信啊 跟着儿子一起把他 亲密的把他找出来 串联起来 好 太极与人生呢 对我来讲 是一个动与静的搭配 然后我们在练太极拳里面 有快与慢的调节 人生到了 过了60可能会慢慢的去慢 但是在快慢之间 我们怎么样用 我们的健康的身体去做转换 还有是阴阳的调和 太极拳对于我人生来讲的话 我会刚开始张会长邀请的时候 我写了几个 在去年的时候写了几个 这几句话 一个是反求诸己的 反求语己的自愈 也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像左边的 卧床的起肾的病人 我们能够像右边一样 站出来到草地上 到公园 到户外 呼吸新鲜的空气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 医院里面的治疗 而是应该走向天地 跟天地合而为一 这是一种自愈力 再来是透过我们 尤其是嘉宏 他从八岁开始就立志 在走武术的路线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种基建成功 我看着他们 这个运动选手的持续 为了竞赛的努力 其实是竞赛的成绩 最后的结果 其实已经不是最大的一个成果 而是说我其实一直在鼓励孩子说 你这个基建成功 一步一脚印 从婴儿时代一直走向了 整个对自我人生的一个了悟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律的态度 这个纪律的训练 每一天八个小时 在做不同的纪律训练 没有放弃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锻炼了 已经是一个成果了 还有是太极权 给予我们守眼身法上面的一个自信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 头一次到YMCA 有个游泳池 我母亲带我去说报名游泳 我记得有一次 我站在那个游泳池旁边 就后来那个在游泳池下面 就是大家一次排开 我站在那边 我就觉得很别扭 身上好像穿的衣服很少 可是就站在那边 又冷冷的看着那个水 那后来那个 我想对于自我的形象 我想本身并不是特别的有自信的 后来这个训练的教练跟我讲说 他讲一句话 他竟然冲着我说 你要有自信 我愣了一下 我想说自信是什么东西 那时候还小学不太了解 什么叫自信 那透过太子权的这种演练 还有我们有时候会需要上台 会需要竞赛 其实我不断地演练的是一种自信 我看张会长的自信就很强 还有就回到这个 这个我们如何配天呢 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不管是东方或西方 身为忍者 我想是如何去配天 我们是透过这个武术的锻炼 去学会指歌为武 你不怒不武 不与人争之下 但是练的又是武术的不争之德 我想这就是一个我们用身体做一个武术的一个载体 去了解人生如何做到配天的这件功课 还有是大家的互动之间 沾连连随 其实牵涉到社交的互动 你如何很轻的沾的 就是沾就像雨啊 我们常常讲说 推手里面的听劲 很像那个水啊 雨水 粘到你的衣服上面 这衣服粘在你的皮肤上面 这个轻轻的沾 沾湿的感觉 并没有说你要去用力地抓 抓什么东西 掌控什么东西 而是需要去连 需要去随 随缘的 这种自然 Mushal Art 临阵对决的一个自处 这个也是我们要 比如在武术的锻炼里面 常常有一些对抗性 我们如何去用横驴几岸 采猎走靠 这太极的四语与四正手 去做出来的一个对应方式 去坚定我们更多的一个信心 还有你自己独处 尤其是聚革当中 我们可不可以单独的自处 去锻炼我们的身心灵 三方面 然后体察 关照我们的自明状态 我们会讲说太极拳 最后因为 皆由体察自己的身心 阶级神明 皆由听进 能够阶级神明 这个当神明是不敢当 但是我觉得 我就把我们家有个水晶术啊 把他 这个我先生照的 把他提示出来 就是我们能不能像一个水晶一样的透明 敌出悬烂 然后能够关照自己 借着观察自己身体上面的瑕疵 能够越来越明白 那在练习太极拳上面 我们也常常 为什么学生说 为什么在 在听学生的劲 有时候我们在看 学生有什么样的病症的时候 有时候就可以关照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观察 长期的观察 我们就学会了 去观察别人 这对于是 在病人上面下处方啊 或者是去做矫正 多少有一些帮助 然后手进度 这个也是 佩天的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明白嘛 你知常就能够明 知常约明 然后东西方的相辅相成 是在我们现在的 太极圈训练里面 就是我所着重的 就是我们不断的去东西对照 能不能合一 然后我们内在上面 跟我们的身体 无形与有形之间 能不能互为相继 最后呢 我播一个是 我们在几年前 因为这个 武连那边 希望我们编一个影集 编过去 所以我就很临时的编了一个 这个舞动人生 那这里面有个一生二 二生三 那接下去我们讲 三生有形 与五同行 也就是说 借着这个武术 在我们身上 我们以身作为载体 去显化这个武术 跟太极的文化 但是 其实对我们的帮助 到底对人生 有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是需要经过传承 身体与身体的 以心相传 以身相传 同时呢 也要有跟社会互动 去建立一个好的 ecosystem 让我们的人生 更加的幸福 所以我们会讲 是健康 与幸福感 好 那我们现在来播放一下 这是2018 现在看 已经几年前了 很临时的去编的一个 要跟五连那边交差的 一个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同时也要感谢 我们在武术里面的传承 其实身上是背负了很多前辈 包括刚刚讲的 虽然是末中一世的一些流派 其实多少 这都是我们所谓刚刚讲的 我们的记忆就形成我们的业力 但是我们是用身体去记载 以身为载体去记载这个业力 那我们如何去写作业 去做作业 做功课这件事情就要很谨慎 那在我们的身上传的东西 除了我们自己家族的基因 那但是其实有很多的老师跟前辈 都曾经指导过我们 让我们很感动的 所以我也会在这边 就是无法一一的详述 但是只能够说 跟他们大家一起道一声谢谢 POPPOINT就到这边 那接下去会长有没有什么 还继续需要 好的 现场有朋友有问题 想要请教您 好吗 首先第一个问题 曾经见过太极拳 可以在行为接触之间 用劲把对手摔出去 那么在力学上 有没有什么科学上的依据 您的看法 有 我们刚刚讲 其实在你可以可见的一些物理学里面 我们先不要讲说 现在当然我不太了解 不是物理的专家 我想这边也有很多是物理的专家 那会讲到这个 比较磁场或者是能量的部分 就牵涉到现在最近在探究的量子力学 我们先不管这一块 但是在纯粹身体可见的这个部分 如果在积极的应用里面 像推手啊 我们在练的 除了说你学会身体皮肤的敏感的听以外 这个是一个物理现象 就是接触 于是 我对泰磁人说用听嘛 听静 他不是说用 用 去抓或者是什么的 而是说用耳朵听 可是这个耳朵听 又是跟皮肤的触感有关系 或者是 你的眼睛有关系 就是眼睛你所看的 跟你的皮肤的接触 还有某一些 你自己因为 我们刚刚讲的自明状态 你长期在所谓的观 内观 自己往里面看 你知道自己身体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你也会比较看得懂 这个对方的这个来劲了 这个是纯粹是身体的 那另外在物理学上面 我会跟学生讲到的是说 我们发觉像例如说踩列走铐 踩是就是手瞬间的 有点像踩葡萄 这是一个扭转力往下 由上而往下的扭转力 那列呢 是比较上下错开 这是一个杠杆的原理 像云手 他就是你把人的手背杠杆的上下 其实这也可以叫做一个裂 或者是左右左右手裂开 像野马分钟 这个有机会也许我们在下堂课 可以在禅思宫里面稍微讲一下 像野马分钟 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像接触面 用转化的方式 还有是空间 转化就是我们所谓的禅思 这有点像弹簧镜 也就是说我们的开合 合到一个核心里面 我们身体往内 然后你可不可以借由你的身体 是很柔韧性很有弹性的 我们讲松活弹抖 太极拳要练到 身体有这样的一个弹簧镜 能够瞬间压缩 然后蹦开的这个力量 弹跳的一个反作用力 这叫弹斗镜 所以还有很多 像他会直接的印证在是 就是彭驴几靠四正手 踩猎肘靠 彩猎肘靠这个四鱼手 上面的应用 其实也是在 一直在体会说 我们身体可不可以运用出这些 物理的劲道出来 还有是 例如说传递的 你节节贯通 也是一个 有一点像动力链的东西 像你是利于足跟发于腿 又到了腰 主宰于腰 腰又变成一个轴心 然后行与手 就打拳打手 对不对 所以表示说 它不是只有 一只手一挥就是打拳了 不是 它是节节贯穿的一个连续动力链 那这个动力链是走 直接走直的 它就是变成一个离心力 好像我们圆周 走久了以后 所有的宇宙运行都是圆周 银河系至少不知道 其他不知道 但银河系是圆周运动 但是彗星是走直线 它就类似在一个圆周运动里面 它去找一个切线出去了 这也是某种数学或者原理里面讲的 还有是像我们有个太拳的步伐 叫铲步 有时候我会想说 这就像一个勾骨旋 你这样沉下来 在这边立桩了以后 那另外你要需要 拉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距离 那你的重心不能移动之下 你一定要循着这个中轴 这个下去以后 然后你的重心还在这边 但你的手可以 你的脚可以生成一个斜面出去 而不会摆动你的重心 这也是一个锻炼的方式 所以还有很多了 应该是跟 如果直接讲有形的东西 跟有形的物理学比较有关系 那至于量子的话 我也希望在枫岩市里有一些 是学奠基啊 或者是此场有根神研究的人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教导一下 这样 好 太好了 您刚才提到这个蝉思 正好也有一位朋友请教您 科佛请老师解释一下 何谓蝉思 蝉思是这个名词 其实不是说其他的太拳没有 但是会把它特别讲出来的 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蝉绕 这个是陈氏太极拳 特别定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在其他的 只要是武术的范围 应该用身体的部分 你一定都会用到蝉 蝉有点像沾黏连随蝉进来 你是以一个圆周运动 它有一个向心 还有离心 就形成一个圆周 那我们以就说在浓缩神是说 我们直接讲 我们的核心功法 有个叫蝉思八法 用八个面向去练习这个圆周运动 其实每一个动作 只是有些学生练久了 还说老师怎么都跟云手有点像 我说对 所有的手你只要摆出来 可能它的圆周运动 你都可以叫做云手 那云的聚合就是以内蝉进来的话 它是到丹田 就是以东方来讲 中医讲说 你回到你这个丹田的位置 下腹部的地方 这是一个回到圆心的运动 然后从丹田又要再连续的再出发 往外就形成一个圆周 那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叫蝉的话 你就叫擦玻璃 为什么 因为擦玻璃是在一个平面上面 你的手就这样子擦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叫蝉 因为它其实从这个点 我们从 我站起来好了 我们从丹田的这个点 到身体转弯 到这个点 我们叫第二个收费站好了 然后再画出来 第三个点 然后到第四个点 沉下来 再回到第一个点 我们可以说那粗略上面 我们分三到四个点 光在这三到四个点上面 你看整个手背的 我们还不用看到说腰到肩膀 其实是有的 甚至到脚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以腰为轴 但是如果你光看手背的旋转 它就分成 从这个丹田是羊掌 出去 到这边已经没了手 再出去 我的中轴会被拉出去了 所以我的中轴这边已经丢掉了 所以我要中轴同时跟它 保持一个对身的关系 很像在画一个 有个向心力 同时有一个离心力往外 到了必须转的时候 它会形成这个圆 圆周曲线 那我当我到这个点的时候 它又形成这个往下的圆周曲线 然后再从这个曲线 再回来变成第四段 所以光这个手背的旋转 就已经很多圈 但是它又有一个规范 又不像舞蹈 或者是像敦煌的什么螺旋舞 它是 它可以这样子随便的 这样子转的 又不太像 它你就发觉 它是在隐约的一个 规范的范围内 去做一个对内的 我们就像一个 很宽广的一个空谷一样 把它画出一个 内在的一个空间出来 所以它有规范 但是透过这种东西的 锻炼了以后 就发觉 它是在练一个弹簧 有点像DNA的螺旋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 在医学里面 基因最后 它们会画出来的是一个 一个表象上面 看起来 就是说会画出来 是一个螺旋线 而且是双螺旋 那在这个手背 一个手背张出来 也是有这个现象 就是我们从 这个 绕出来 行与手 那你如果伸直就没有 如果伸直就没有 伸直的话 它就一条线通到底 但是只要你的手肘 有稍微略弯 肩膀放松 但是脊椎 你又得 不要被 被往前拉的时候 手不但地往外走的时候 这叫沉肩 坠肘 那你发觉 这个螺旋线 就会出来 就是有一条是这样子过来的 那另外一条是反过来的 包进来 所以是双螺旋的 所以我们叫禅思反 太有意思了 今天还有一位朋友 是加拿大七天母女直播间的朋友 问的问题 因为教导太极的地方非常多 那怎么样才知道 自己学的是正统的太极呢 正统的太极 我们就不好说是谁打得好 谁打不好 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 我会找到的 会去接触到的老师 第一个是 我还蛮相信这个机缘跟业力的 然后另外是 我们自己回到今天的主题 想象 你的心向今天呈现的状态 很可能会影响到你去找到的老师 那在比较细部来讲的话 我觉得总是要有一个准则嘛 我觉得人事实地物很重要 我觉得以前有个老师 他是都在公园里面教的 但是以现在的情况来讲 我会鼓励比较正规的教师 应该是 尤其是老师应该是要退到一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要能够 没有干扰 这其实是一种闭关的状态 你练习采集权是你在练习的当下 你能不能回到一个闭关的状态 所以你随时可以闭关 并不一定要躲到山洞 你闭关 所以你在人群里都可以闭关 但是当你在人群接触频繁 空气又比较不好的地方 你比较难形成一个闭关的状态 那我觉得当你在寻找 你这个心理的老师的时候 你也会去遇到对的 跟你是比较配心的这个老师 那当然不同的阶段 我们的心思一直在不同的成长 或者是在浮动 所以我觉得能不能遇到一个名师 这个有时候是不如是先自己定下心来 然后我觉得我相信有很多东西是会自动浮现的 那另外是 这个当然是比较悬的说法 如果要具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人事实地物还是要关照到 第一个是这个老师 就是我们刚刚讲 陈阳五五孙已经形成一个大派 那在这个大派里面 你可以去寻找你适合 觉得你今天想练的是哪一个style 并不一定说你城市就觉得你觉得很好 有的人练阳四也练得很好 这样子 然后地方呢 我是建议是能够让这个老师也有修炼 你自己也能够安静修炼的东西 因为毕竟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静心的活动 不应该是抛头露面 在随便很这个 尤其现在疫情当头的时候 在很热闹的地方 在市集里面有点像江湖卖艺这样 我想不至于 所以我想地点 也是一个去找到名师的一个好方法 甚至在台北市大隐隐于世 像台北市你说要找到时候空气真的是完全很清新 然后交通要方便 但是又能够隐居的地方 那其实真的是要找一下 我们现在我们的教室其实还蛮精进的 我们其实是在古亭站 可是打开窗户是车水马龙 和平西路是这个大安区是很巧的一个区域 但是大安也是great peace 就是很多的文人雅士都是大云隐于世 在这个交通方便的地方 还能够拥有自己 就是你怎么去经营你自己的一个 一个练功的区域这样子 那另外是说 如果也可以是居各当中 并不一定是都要群体的一起活动 并不一定要参加群体办 有时候怕有染疫的风险 那如果是比较要求多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也不排除是pt 也是一个好方法 这样子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李院长 那么我们这边也公布了这个台湾太极的网站 上面有很多的资讯 那么同时呢 还有这个YouTube上面 有很多很多李院长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他的心得 除此之外 下个星期请大家继续锁定 李院长带领我 今天是口述 下一场是体验 MING PAO TE-TO- соста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